亲爱的你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见过世面的人脾气都很小 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分享 很喜欢的电影《一代宗师》里有这样一句台词 练武之人有三个境界 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其实一个人修炼脾气 也是这样的三重境界 见自己 观本心而欲豁达 见天地 懒乾坤而容不同 见众生 悦万物而生慈悲 胸中有秋鹤 眼中自然无风波 目之所及皆是风景 所到之处皆被暖阳 见自己 内心强大 有一只狮子 被一只小老鼠不断挑衅 却纹丝不动 别的动物很纳闷 问他 你是百兽之王 还怕老鼠吗 狮子回答说 我不是怕他 只是如果我对他发怒 只会显得心胸狭窄 而这只老鼠 却会获得挑战百兽之王的殊荣 弱者 一怒如火 强者平静似水 因为心有一片汪洋 所以小风小浪再折腾 也无法掀起 内心的波澜 林肯虽为一国总统 但他出身底层 附近是一个邪将 在他新任美国总统那年 第一次就职讲演时 一参议院在大庭广众之下 轻蔑地嘲讽 林肯先生 在你开始演讲之前 我希望你记住 自己是个邪将的儿子 面对火药味十足的挑衅 未观群众一下 未观群众一下安静了下来 好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林肯却面不改色 从容回应道 我非常感谢您 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他已经过世了 我一定记住您的忠告 我永远是邪将的儿子 而且我知道 我做总统 永远无法像我父亲 做邪将那样 做得好 作家何全峰说 不管是侮辱 批评 攻击 或是得失 成败 对一个心胸开阔 有大气量的人来说 他的内心 就像一个大壶 你丢进去一根火把 它很快就会熄灭 你丢进去一包盐 它很快 就会被稀释 气量小的人 任何风草动 机灵狗碎的小事 都能让他们跳脚 气量大的人 遇到天大的时候 都能稳住情绪 收住脾气 他们有高远的追求 内心足够强大 所以外界的是是非非 不过是鞋子里 一粒各脚的沙子 有人问于光中 该怎样应对那些 天天找你查 追着骂你的人 于光中说 他天天骂我 证明他生活中 不能没有我 而我不搭理 证明我的生活 可以没有他 当你凡是内心 内心坚定 所有来自旁边的公结 都是帮你更好地 修炼自己 成就自己 见天地 包容不同 当一个人局限于 一方天地 看不到辽远的世界 他就只能困于自己 既有的生活经验 任何与他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都难以理解 任何与他认知 相悖的观点 他都予以驳斥 所以看什么都不顺眼 做什么都不顺心 经常感到烦躁不爽 而那些阅历颇深的人 见过了花谢花开 走过了大江大河 能理解差异 脾气往往温柔平和 鲁迅和林语堂曾是至交 后来时局动荡 林语堂性格随和 用柔和的比调 曲折的表现 对现实的不满 鲁迅刚进生猛 则以文字为笔手 化身文学斗士 理念上的不合 导致两人渐性渐远 从此再无合作 1936年 鲁迅因费结和事事 林语堂文质大悲卸下 鲁迅与我相得这二次 疏离着二次 无始终敬鲁迅 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 而后离合之际 却无私人意气存音 即便最后分道扬镳 他们也理解彼此的选择 没有撕破脸 保持了君子之交的体面 见过世面的人不狭隘 能尊重于他不一样的人 北宋的司马光和王安石 一个是保守派 一个是改革派 正见相左 针锋相对 当司马光被赶下台时 王安石却对皇帝说 其人品能力文学超绝 后来王安石上台 却因改革触动了 当权者的利益 坦克生无数 皇帝只好将他免职 重新启用司马光 强盗众人推执时 司马光在皇帝面前 为王安石仗义之言 其胸怀坦荡 有股君子之风 见过世面的人不偏激 冗得下于他不一样的观点 我国古代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非常推崇壮游文化 长时间的漫游 走的路多了 看的景多了 自然有了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的胸怀 和不同的人交流互动 领略差异化的生活方式 就有了大度兼容 万物兼计的格局 胸怀打开了 就没有看不惯的事 也没有容不下的人 格局放大了 就不会愤世嫉俗 能接受生活的不完美 正如佛教有云 去我知 除偏见 万物通达于心 无量 无边 见众生 懂宽恕 网上有人问 怎样才算见过世面呢 很赞同的一个回答说 有能力而懂谦卑 有财富而懂节约 有地位而懂弱小 以时乾坤大 有脸草木轻 见过世面的人不是没有愤怒 只是因为经历过 所以慈悲 木欣这一生做过三次老 第一次是1957年 几个警察以策划偷渡的理由 带走了他 事实上 他却被同学诬陷了 那些人偷渡未遂 就拉上了不合群的木欣垫背 在监狱中 他得知了母亲逝世的消息 哭到不能自已 半年之后 木欣因为茶屋时具被释放 但他明白 生活中的许多东西 已经再也不能挽回 第二次是1966年 木欣39岁 一官员在会议上 公然嘲笑德国诗人海涅 木欣愤而起身骂道 你也配对海涅乱叫 结果他获得长达18年的监禁 被关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里 喝的是污水 吃的是馊馒头和梅咸菜 还被折断了三根手指 终日于老鼠苍鹰为伴 深夜无人知识 他偷偷藏起笔墨 写下65万字的 欲中笔记 全文没有控诉和谴责 有的只是对艺术 美学 以及音乐的思考和感悟 第三次 木欣已经50岁了 又关了两年 初遇时 木欣面带微笑 腰板无比停止 干净优雅极了 梁文道曾看到 木欣50多岁时的照片 惊叹说 这哪里像是一个坐过牢的人 好奇怪 好奇怪的一个人 因为照片上的木欣 脸上没有一丝抱怨和苦难 几次被冤入狱 十几年荒唐的时光 他不曾怨天尤人 撰写苦难回忆录 只轻轻一句 不知原谅什么 成绝世事 尽可原谅 事到人心贵决 他看清了 也就 看清了 因为看透人性 所以宽恕了人性 很喜欢于秋雨 在《山居笔记》中 所作的一段话 成熟 是一种不再需要 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 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 申诉求告的大气 一种不理会喧嚣的微笑 一种洗纱了偏激的淡漠 一种无需声张的后事 一种能够看得很远 却并不陡峭的高度 见过世面的人 站得高 看得远 内心强大 生活中的破事 皆不足道 点个赞看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的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喜欢我们的文章 也别忘记了 在文末给我们点个赞看 让我们相约明天 也祝各位 美丸好梦 晚安